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丁玉辉对阵尼尔罗伯逊的一期比赛 在这局比赛中丁玉辉给出了我们非常亮眼的比赛 在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杆147 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 首先先把球队带开 这杆左下方底带是漏机会的 没有打进 反而把机会送给了丁玉辉 黑球下方的这颗 墨尔本机器在这杆进攻上出现了失灵的现象 当然长台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好球丁玉辉顺利上手 这是丁玉辉职业生涯目前为止最后一杆147 也是他的第六杆 在之后的比赛中 黄球成为了丁玉辉这个打147最大的一个障碍 多次在15颗红球全部围黑吃完之后 在黄球上出现了问题 也是很遗憾的一个现象 我们都知道 丁玉辉的短台制霸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这个球形刚好是全部给到的都是短台 小范围的围球是非常细腻的 这一点在国内至今没人的可以超越 吃两裤起来继续来要走下底 比赛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 事与裁判把母球擦一下防止静电 这个要右下底的反角度了 当然这颗球角度给到了并不是太难 好球 黑球留了一个向上的角度 看来是想要带一下球队 你用球队做了一个借停 并没有带开多少 当然这个球形我们看一下镜头再给到台面上 右下方底带肯定是有下球的 吃苦回来 黑球还是留到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 嗯 继续要黑球同段 铁杆直接蹬下来 母球蹬起来 自始至终听见会就是打着奔着147打的 虽然说目前自己处于落后的一方 而且对手已经4比1拿到赛点了 但是丝毫不影响丁晋辉的这个心态 不得不说在疫情之前的丁晋辉确实是真的很强 7套了 再次适宜要求擦球 嗯 这杆打到超分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领先64台面还有7 7颗红球83分 还需要再吃两颗红球才能保证超分 嗯 继续能保证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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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一颗中带确保超分 而且这个中带给到的是向下的角度 又是接上了黑球 没问题 黑球打进 单干80分 已经为黑吃到了10套 这局拿下是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我们继续来欣赏丁晋辉冲击147 左伯逊这个时候还很年轻啊 头发也故意给拉直 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反观在这两年 左伯逊出现在赛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胡子拉叉的 还有一些没睡醒的状态 非常立体英俊的五官 有的时候那个眼睛一没神了 就显得很疲惫 在前16里边 罗伯逊的这个颜值还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数一就是塞尔比了 塞尔比 那是斯诺克戒的颜值担当 好 还剩最后两颗 先来要一颗中弹 最后一颗红球又是成功较到 而且给到向下的角度 刻意的去连接黑球 好球 黑球给到向上角度 吃两库去叫黄球 那只要说这颗黑球打进15套 全部为黑吃完 直接一库来叫了 一库来叫的话 这个角度够用了 但有挑战性 120分 剩下的所有彩球几乎都在点位 在2022到2023赛季定就会出现了一杆打黄球失误的一杆 好球 没问题 这个绿球又是开了不小的玩笑 很难 很有挑战性 这打得很薄 好球 有了 咖啡球打进 剩下的三颗不再是问题了 停 停的晚了一点点啊 这是丁太太 刘向上的角度确实不好叫粉球的 轻轻一推 屏住呼吸 好球 有了 那最后一颗黑球的较位给的是相当好了 漂亮 147 罗伯逊也是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恭喜电影会 恭喜电影会 好